巴西狂欢节有多开放 热情似虎的松霸女郎 还有各种各样的异装大佬 为期三天的狂欢节 却拥有1.3亿病套被消费 2000吨的垃圾被铲除 他们狂野奔放的性格 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动不动就为人体赤裸彩绘 而巴西是一个不止足球的国家 随处可见身材火爆的美女 她们肤色各异 其中有很多都是混血 在巴西很多人都喜欢运动 这里的女人们 不仅有着性感的身材 还有着强健的体魄 同时巴西人的思想也很开放 有世界第五的国土面积 国内GDP更是位居南美洲第一 却没能成为超级大国 人均GDP折合人民币约4万多元 而且巴西也实行九年医务教育 一共有20.7万所学校 大学163所 比较有名的是巴西利亚大学 圣保罗大学 巴西的足球懂得都懂 唯一一支五次获得世界杯冠军的球队 巴西每次都能踢到世界杯的决赛圈 从未缺席过任何一届 贝利卡卡胡安的名字如雷贯儿 而国内有着非常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完整的工业 因此很多外国人都会选择去巴西移民 但有一点 巴西是世界上关税最高的国家 一般不建议在巴西买买买 所有的东西进口 都比国内价格高出两到三倍 N多的中国公司十年前来到巴西 后来都玩死了 现在剩下的屈指可数 巴西自然条件得天独厚 横贯北部的亚马逊河 是世界上流域最广 流量最大的河 所有地球之费之称 当然这里也有很多景点 不像其他地方造个坊的鼓楼 就充当景点 这里的每一处景点都是硬景 里约的海 伊瓜苏的瀑布 亚马逊雨林等等 因为地处热带 北部为热带雨林气候 中部为热带草原气候 南部为亚热带季风气候 所以全年平均气温仅17度 非常凉爽于人 海拔在500米以上的高原地区 其中巴西高原镇国土面积60% 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草原 巴西也拥有全球五分之一的森林资源 各种矿物储量也排在全球前列 同时还拥有着全球近五分之一的淡水资源 在巴西农村 人们元旦见面的时候 一定要互相使劲揪对方耳朵 据说揪得越吞 代表祝福越深 对于远道而来的客人来说 这里的美女靠客程度 也是热情到你极度羞涩 最でしょう 可以 Proton 人恨